废弃工厂发生杀人案 警方赶到现场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屋子里堆满了尸体 墙上还挂着人形面具 表情极其恐怖 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就给大家讲 神策第24案 昨天傍晚 有人在垃圾桶里发现一张人形面具 上面沾有表皮和土发 DNA检测结果显示 死者是一名女性 皮肤上涂有治疗狼疮的药物 不仅会出现炎症反应 还会损害全身多个器官 而且死者的血液中还有河豚毒素 这是一种剧毒 仅仅0.5毫升便可致命 同时利用3D技术 重现了死者的面部结构 发现他的表情非常痛苦 应该是服用河豚毒素造成的 一般情况下 毒素是检测不出来的 除非大几张使用 所以说这张面具的主人死亡率是100% 既然如此 凶手为何要大费周章 给死者脸上浮石膏 证明告诉众人 凶手这是在制作死亡面具 一种用来接见死人的古老风俗 发现面具的地方在一条封闭的巷子里 平时用来堆放垃圾 所以没有安装监控 可振宇想不通的是 凶手为何要把面具扔在这里 如果是为了掩盖犯罪事实 应该粉碎倒磨 销毁证据 如果是为了引起市民关注 应该直接把尸体放到显眼的地方 但凶手并没有这样做 难道是另有所图 这时 振宇接到同事电话 检查结果证实死者是狼疮患者 由于搜索范围较大 在身份确认方面有些困难 而且面具上的大部分血液已经破坏 难以提取有用的DNA 所以事务所请来敏博士帮忙 希望他能从犯罪手法上 分析凶手的特点 讨论会开始前 敏博士讲述了多年前的一起案件 一个摄影记者给女志员服下轻化假 然后拍摄了死亡的全过程 敏博士认为 这次案件与之相似 凶手不是为了钱财或复仇 而是想满足自己的探索欲 对凶手而言 石膏面具就像一个纪念品 象征着人类面对死亡的恐惧 根据目前的线索 还判断不出凶手的性别 如果敏博士猜得没错 凶手应该患有强迫症 而且是一个爱好美术的人 经过精力检测后发现 死者患有抗磷脂抗体综合症 一种以血栓反复形成 血小板减少未知的疾病 多见于年轻女性 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发生多器官衰竭 甚至死亡 而红斑狼疮就是该病的激发症 所以他们缩小了调查范围 最后在75名女性中发现了受害者 20岁的女大学生林允 外出打工后 与家人失去联系 而且她与复原后的面部图像相吻合 基本可以确定 她就是面具的主人 这时 警方传来消息 施工现场发现一具 面部有石膏的运势 这与对比照片后发现 死者并不是连运 从痛苦和皮肤状态来看 有可能遭到毒害 而且指纹已经被损坏 警方查看监控后发现 死者是偷跑出来的 但凶手只追到一半 被原路返回 这就说明 他知道受害者会毒发身亡 所以才没有追踪到底 尸检结果证明 死者是服用剧毒而亡 但毒的种类尚未可知 需要进一步检测 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 八成是核酸毒素 死者身上虽然没有骨折或撞击伤 但腕部和脚踝有被捆绑过的痕迹 脚跟也有被脱拽的伤痕 隔日 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21岁的大学生韩非 也是在外出打工后失踪 他和之前的受害者灵敏一样 在招聘网站上登记了求职信息 工作室是史高姆特 招聘者是美术学院的金教授 两人在案发前 都与金教授通过电话 得知此消息后 裴警官带人前往美术学院 可惜他来晚一步 金教授已经离开 现场只留下一张字条 说是要外出几天 就连他的学生志恩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警方在搜查现场时发现 柜子里藏着一个被绑的女生 知人一眼就认出 他是金教授的学生秀妍 知人告诉裴警官 他最后一次见金教授是在三天前 那时并未发现他有异常之处 而且以金教授的为人 不可能会做出那种事 裴警官本以为 这只是知人的个人看法 但没想到秀妍也说了同样的话 他认为金教授是个 善良且仁慈的人 昨天晚上 秀妍去工作室找金教授 刚进门就被黑一人电瓶 对方戴着面具 什么也没看到 等他醒来时就已经在车子里了 既不能出声 也无法动弹 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但被送到目的地之后 他听到了警笛的声音 凶手霸多声事短 便再次讲他电瓶 居然依稀记得 他在车子里听到了风声 属手应该是开着窗户的 路上还闻到了 沥青和石油的味道 经过那里之后 导航破报了一个地点 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山洞 警方以之前发现 死者的地方为中心 向四周展开调查 发现了一个叫 沉山洞的地方 一个星期前 这里正在铺路 会有沥青的味道 与秀妍描述的情况一致 那里地形复杂 很难找到凶手的藏身处 这时 监听科传来消息 金教授工作室的黑色粉末 不是美术生专门的橡皮擦 而是没有经过 加工的生橡皮 既然那些粉末不属于工作室 那就是金教授 从别的地方沾来的 想到这里 培警官立刻下令 调查陈山洞附近的橡皮城 郑宇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事情进展的太过顺利 而且秀妍的话 让他感到疑惑 于是他来到医院 询问秀妍是如何知晓 自己听到的是警笛声 毕竟警车和消防车 以及救护车的声音差不多 秀妍解释说 他和警惕声一起听到的 还有警察说话的声音 郑宇无意中发现 秀妍的脚踝好像受了伤 这时 培警官打了电话 他们找到了金教授的藏身地 警方赶到宣传后发现 金教授已经死亡 另一间屋子里堆满了尸体 少说也有七句 郑宇查看尸体后发现 他们的脚跟处都有损伤 应该是被人拖窄后留下的痕迹 郑宇突然想到 秀妍作为受害者 脚踝却一点伤痕也没有 而此时的培警官也得知 秀妍被绑当晚 根本没有警察从这里经过 所以秀妍才是真正的凶手 她把自己围装着受害者 故意向警方透露线索 好让他们找到藏尸地 然后把全部罪行推给金教授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秀妍已经逃跑 被袭击的巡警当场身亡 他们查过医院的监控录像 没有发现秀妍出去的画面 她留在病房的手机上 竟然能看到案发现场 看来她早就在仓库里安装了监控 所以才知道警察的一举一动 郑宇再次来到现场 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音响 里面播放的竟然是警笛声 这么说来秀妍并没有撒谎 是真凶故意放给她听 也许秀妍的消失并非为罪险逃 而是被凶手绑架 秀妍曾提到过 她第一次被绑架时 来回的车辆不一样 因为她能明显感觉到 回去时的车子空间很小 可被警官想不通的是 凶手为何要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 将秀妍放在后座 难道后备厢藏有其他尸体 还是说空间太小 根本装不下一个成年人 郑宇突然想到 知恩的车是残疾人专用车 空间较小 符合他们的推论 这次他们总算没有猜错 真正的凶手就是知恩 他袭击看守的警察后 将秀妍带到四下五人的废弃仓库 打算使用相同的方法 将秀妍诬陷成凶手 警方根据监控录像 查到了知恩的行车路下 而此时的秀妍已经清醒 他不明白知恩为何要这么做 作为后备的秀妍刚来的工作室 处处向金教授逢迎产昧 明明是垃圾一样的作品 却得到金教授的认可 而知恩努力呈现的作品 却始终得不到赞赏 就这样千里马渐渐失去了伯乐 知恩认为 这是金教授犯下的错 而他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纠正错误 让人家回到正规 就在知恩快要离死秀妍时 警方及时赶到 救回了濒临死亡的秀妍 随后 知恩被带回警署 警方在他车上搜出一部手机 里面复制了金教授的手机内容 他正是用这部手机和变声器 用那些前来硬屁的女孩 然后将他们杀害 简直是道德沦丧 可知恩认为 他做的这一切合情合理 知恩的作品连续被教授否定 心里大受打击 教授告诉他 好的作品是用血汗做成的 与似说错的知恩创作受限 直到他看见一个并发的路人 扭曲的脸让他有了灵感 自那之后 知恩用真人的脸作为模板 制成了他认为最完美的作品 可金教授看了之后 依然说他的作品没有真实性 知恩觉得教授不识货 便将制作过程放给他看 在知恩眼里 这才是用血汗做成的完美作品 是超越人类存在的真实艺术 金教授不认同他的看法 设称要报警解决此事 知恩情急之下 丁云教授并将他带到现场 让他亲眼目睹一个伟大作品的诞生 就在知恩对韩非下手时 金教授拼命阻止 为韩非淘宝争取了时间 但他已经服用河灯毒素 用不了多久便会死亡 知恩害怕事情暴露 便除掉金教授 将所有罪行嫁祸给他 事到如今 知恩还表现得理直气壮 他认为自己所追求的是极致艺术 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信念 也许现在不被认可 但时间可以证明 留下的会是他和他的作品 郑宇拜托知恩清醒一点 他所谓的艺术再完美 那也是犯罪 而且调查结束后 警方会销毁所有面具 郑宇回到家之后 查看了监控录像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另一个人格出现在他的镜头前 露出邪恶的笑容 像是在和他打招呼 神策第二十四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物的信念如同沼泽一般 让人深陷其中 不仅扩大了人的欲望 还让所谓的艺术变得扭曲不堪 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